911事件发生到今天刚好满五周年 在美国各地都有追悼跟纪念的活动 特别是受到重创的纽约市 美国总统布希抗力就特别出席了一连串的追悼仪式 他们先到了世贸双子星的遗址献花 又在教堂里面参加追思礼拜 随后布希又和消防队员见面赞扬这群救难英雄 而在整个哀悼的过程当中 布希总统一再强调的就是绝对不会忘记 这次事情所带来的重大教训 在前后两任市长陪同下 美国总统布希抗力沿着四五层楼高的桥 走下世贸双子星大楼遗址 一队随后送上花圈 布希和罗拉则在南塔和北塔原址的两座水池献花致意 一事安静而隆重 而在双子星大楼对接 躲过911攻击的圣保罗教堂内 大批罹难者家属举行追思礼拜 罗拉和布希受邀参加 圣哥的月升弥漫教堂内 气氛哀气肃木 布希在向家属们质疑后离开 随后赶往纽约市消防局 和当年不顾自身安危 抢救生命的应有消防队员一一握手 不过就在同一个时间 也有部分团体在世贸对面发动小规模活动 这些民众要求美国撤出伊拉克 终止战争 另一方面许多华府市民席家带卷 趁着星期天参加为自由而走的践行活动 从华盛顿纪念碑 徒步走到五角大厦附近 入夜之后 纪念演唱会 就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举行 同时当年遭受攻击的五角大厦 雷射光束打上夜空 纪念当年184位罹奈者 大厦新闻一下这种编译 这场震惊世界的历史 伤痛造成了多少人的苦难 但是这样的一场苦难 其实只是少数人当时的这样的一种愚痴 或者是称心 起心动念而起的 让这么多的无辜百姓白白牺牲 但是相较之下 在灾难当中也看到这么一群人 他们用长情和大爱 希望能够淡化对立的恨与仇 在恐怖攻击之后 在美国纽约和纽泽西的慈济人 就突破了万难 就在911的隔后的第二天 进入了救灾现场 提供各种各样的后勤补给 还有许多的罹难者的家属 在痛失亲人之后 也把亲子之情扩大为长情大爱 投入了慈济志工的行列 回到五年前 911恐怖攻击 让纽约瞬间笼罩黑暗与死亡 在被炸毁的世贸大楼 成千上百的慈善组织 只有三个团体进入封锁县 一个是红十字会 一个是基督教救世军 一个就是慈济 纽约及纽泽西慈济人 向美国联邦救灾总署登记 灾变第二天进入救灾现场 提供饮用水及医疗用品 完全不了解慈济的一个人 他不可能让我们去做事 所以我们就赖在那边不走 就一直跟他说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我们有很多志工 就是一直跟他摸菇摸 摸到后来他说 他就好像是也很好笑说 这是哪一个团体 尤其是外国人 然后就一直吵着说 要来做事 慈济志工林慧如本身也是医师 他想尽办法取得临时志工症 这是医师的天职 也是志工的本性 有一些警察 远远地看到的时候 我就别在这里 远远看到他 有时候甚至都哺我 就让我过去 911事件后三个月 美国慈济志工 共动员了1500人次 曾经也发放了 200万美元的救助金 帮助3327户家庭 这都是美国慈济人 在当地劝募而来 在纽约 这个融合各国家 种族各宗教的大苹果 志工展现了来自华人 来自台湾的力量 张妈妈的女儿 也是911罹难者之一 她把亲子之情 扩大为长情大爱 投入志工行列 这一天她关怀 因为癌症 而同样痛失爱女的陈妈妈 这族族也还真好 这又有私帖 我们族族 你看我们含私帖 五年下来 这一身蓝天白云的志工群 或是一场场追思 关怀行动 都是要警惕别人 把心安定下来 也安抚那些 痛失家人的亲属 古今虽然看不到 恐怖主义 消散的可能 却有这么一群 蓝衣菩萨 又爱过每一天 希望化解恨与愁 对 化解恨与愁 就在911事件之后 加深了回教组织 跟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 人祸不断 冰灾四起 这一上人深感 今世的灾难 要有警世的觉悟 唯有人人潜心忏悔 将大爱洒向人间 才能够消弥灾难 因此正言上人 向全球慈悸人登高一呼 发起了一人一扇 远离灾难的运动 鼓励慈悸人 深入社区 向每一个人 布一份爱心跟感恩心 用这份爱心感恩心 来化解族群的对立仇恨 消弥政治的纷争 而这个运动 从五年前到现在 仍然一棒接一棒 在不同的社区 不同的角落 继续绕地球跑 2001年 象征一人一扇的 10月13号上午 全球慈悸人 带着精致的小卡片 走入社区 台湾时间晚上9点11分 透过大爱电视台的 卫星画面 美国柳泽西自由公园 和台北关渡园区 同时响起和平的钟声 远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慈祭人 在不同角落 以虔诚的心念同步祈祷 一人一扇 远离灾难的运动 在全球起跑 明月依旧无言 不是一次的推动 是要长期的预备 大家就用爱心 爱心爱的耐 很好为善而陪我 爱撒人间运动 回到慈祭最初 每天存五毛钱 每天发一个善念的原点 同时还有将这样的爱 洒上人与人之间 于是全球慈祭人 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 不具形式 从自身做起 再带着周遭的人 将正言上人 口说好话 身心好事 心发好愿的三好 落实在生活中 爱撒人间 从社区茶会 逐渐演变到 整集社区里 一户一户的家访 这也加速了 爱撒人间的脚步 每一次的爱撒 都在累积善等能量 当人人心中的善念 被启发了 天下无灾的日子 也就不远了 大一新闻文字 零零一海北报道 911发生当时 虽然只是一瞬间的攻击 但是却造成了 许多人生命的消逝 还有无数家庭的破碎 当然在心灵上的伤痛